前幾天 藍西的葉先生急衝衝 跑進轄區派出所報警 說自己的妻子接到一個電話之後 就出門了 之後電話一直都打不通 因為擔心妻子的安全 他趕緊報警求助 葉先生說就在一個小時前 他的妻子接到一個電話 便神秘兮兮地出了家門 之後一直打不通妻子的電話 對方要麼通話中 要麼不接 我們安撫好葉先生的情緒之後 通過派所綜合指揮室的視頻研判 那麼確定就葉先生的愛人徐女士 最終是出現在橫山麗礁橋附近 然後我們馬上安排民警 扶警 同一同葉先生過去查找 在一處停車場找到徐女士後 民警將其帶回派出所進行調查 徐女士則向民警哭訴說 當晚她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自稱是某省公安警察 說徐女士涉嫌260萬的洗錢案件 要求其配合視頻通話 之後還發來一張逮捕令 上面有徐女士詳細的身份信息 還寫著不配合將下令強制盜案 這可把徐女士給嚇壞了 徐女士說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骗子怎么说他都照做 压根没有半点怀疑 当时是和假警察视频的时候 看见对方身着警服 然后就相信了 然后按照对方的要求 独自一个人来到附近 没有人的这个立交桥桥底下 并按照对方的提示 下载了一个呼叫转移软件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幸亏民警及时找到了许女士 当时她刚刚下载注册了借贷软件 还没有开始贷款操作 没有发生任何经济损失 再晚一步后果难以预料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